拿到什么东西就参加什么比赛 我在二号房间 二号房间是箭子 我先去练习了 我在四号房间 四号房间有我最擅长的跳绳 我也赶紧去练习了 招了你又是一个篮球 一号门怎么什么都没有 龙大 那你跟我一起去参加篮球项目吧 好的 谢谢你批评 琪琪 我要和你比踢箭子 那好吧 胡小爱 我踢了一百个 该你了 琪琪踢了那么多 我肯定会输给她 有了 就用我不会掉的神奇箭子吧 用它比赛 只要我不想停 箭子就不会掉的第一手失败 琪琪 我肯定比你多 我踢了两百个 琪琪 你认输吧 好吧 我还需要再练习 胡小爱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和你比跳绳 跳绳可是我最擅长的运动 你肯定比不过我 奇怪 我的绳子怎么变得这么短 妙妙 你的绳子这么短 还怎么跟我比 胡小爱 是不是你够的乖 龙大皮屁 快来和我比打篮球 我们是两个人 你只有一个人 怎么和你比 对啊 胡小爱 我们这样赢了 你也不光彩 你们还是先赢了我再说吧 琪琪 那我们就和她比比吧 篮球怎么没气了 琪琪 是不是你没有看好 不是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踢镜子 跳绳打篮球 你们都输给我了 我才是运动会的第一名 给琪琪踢镜子 比赛第一名的奖牌 谢谢老师 踢镜子第一名是我 为什么把奖牌给琪琪 胡小爱 我已经通过一一的真相镜 发现你做的事情了 你不仅用了不会掉的箭子 还把妙妹的绳子变短 把皮皮龙大的篮球扎破 我绝对不会把第一名给你 我不是公意的 我只是想赢得比赛 赢得比赛要靠自己的努力练习 不是靠这种歪门邪道 如果你不自己努力 是得不到第一名的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回去好好练习 小朋友们 你们可千万不要像胡小爱那样 用不好的方法作弊 通过努力得到的胜利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 我们下期再见